沈西成文章分享 世纪叛徒简而称 要数上世纪香港文坛最好玩的作家 自非简而称八个幕属 生于书香世家 先父简琴齋 是有名的金石书法家 简而称自幼所授的都是高等教育 中文当然好 英文更是跨喇喇 可以写作记忆出类拔萃 过目不忘 有本事将世界地图看一次 就可以将国家的名字拼出来 这份能耐到现在为止 我可以说无人能及 粤语有所谓周身都 简而称也是 而且把把利 就以赛马来说 他是行家中的专家 马匹神操 即使不配布号 他都可以说出那是什么马 至于那匹马跑什么时速 他更是疗如指掌 按理 一定是马长长胜将军 但事实刚刚相反 简而称很少下注 因为这样 中环马长几十年 输他是输不死的 简而称最爱是他弟弟和官 他省省省省 什么都给弟弟享用 有一段日子 和官倒弹 生活不好过 他从来都不埋怨他弟弟 他还说 我只是一个弟弟 他开心 我就开心了 世界上做兄弟 做得像简而称一样 我想都没有几个 简而称的名字 常常在朋友当中成为笑柄 又简又称 何其雅也 简而称随和近人 不以为误 简而称 常常给人一个怪弹的印象 所做的事往往都是不可思议 令人摸不着头脑 身边围绕着的 全部都是千娇百味的美女 但他就空探寂寞 为什么呢 他走后说 老友 都是妹妹仔 眼看守物栋 他一念惆怅 好了 说起简而称 沈大哥也很怀念他 他是一个非常和爱 非常喜欢指点 年轻的长者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拍戏 又不懂那些麻将怎么打 那些批牌怎么搞呢 就去问他 他都很详细地解释给我们听 他怎么怪弹呢 我遇到的时候 他住在王丽聪 他很过瘾 那家屋的报纸都怪不得 他看着厕所原来不是厕所 真是这个怪人 他喜欢搞新的环业 永远走在时代的尖端 那他的最好的伙伴 当然是他的弟弟和官 和官呢 如果以上海话来说 就是拆烂弧 即是导弹 即是百叶星 专门搞事 洗钱就不抹脚 最记得有一次 我的老友记 他年纪比我年纪大 叫叶大卫 他那时候是TDC的经理 他父亲有名 就是五四社的作家叶灵宏 叶灵宏 叶灵宏这个有名 当时的文章写得好 他是被鲁迅 骂他 是汉奸 他是和他不战的 来到南亚香港 数南亚文人最有名 最有地位 叶灵宏 我们叫他灵宏 他女儿跟我在TVB 业宗还是同事 所以我们比较熟 所以因而 就认识他大佬 迪美妍 我最记得迪美妍跟我说 他说这个和官 真的被他害死 他去旅行 他说你这张卡 我顶一顶 意思是什么呢 即是他要开房的时候 你有一张卡 要担保 是吧 即是 过了个月 过了一张 丹尼呢 一发觉死了 为什麽我 瞬间滑爆了 哈哈 原来和官 拿到的东西 在巴黎洞 伦敦 过了额 人家追溯 结果就死了 唯有找白哥 白哥看他认数 慢慢慢慢找回 这些和官这么倒弹 但是呢 白哥就说过了 这个文章 他是我弟弟 我听了这句话 是十分之感动的 他是为了个弟弟 拼命做事 做一个人 心肩素质 编辑 编辑 出马经 看神操 搞电视 写作 做得的东西 他自己享用很少 都给了个弟弟 他弟弟 黏着个大佬 简老伯 写马经 其实呢 就不是很喜欢做事 正是西关大少 有西关大少 我也想做的 有个人 顶着你才行 是吧 我没有人顶 我想做上海大少 没有人顶 他也好 他西关大少 和哥 和官 有个简老伯 他哥在那里顶 所以说 这个简而称 是一个奇人 他后来 他好像结果婚 是离了婚 一路 我们见过他身边 很多女孩 扮搵琴 他说什么 他叫哥 完全没有那些其他东西 我们经常笑他 女人就多了 没有一件是真 他就被我们讽刺 不生气 哈哈哈哈 笑 后来我来掌进 我也去做周岸老总 小见白哥 后来就知道 白哥和伊大好老友 成相一对活补 后来白哥 他就告诉我们 他结婚了 他娶了他家的奔会 做老婆 开心得不得了 哎呀 他说 很久没有吃过肉味了 非常开心 但很快就没命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是别人 告诉我 他真是老了 他要灰化那些能力 他去吃那些什么 胎盆素什么 在内地的 吃得多 那样细胞活化 激化另外的细胞活化 癌症 结果就过了生 他过了生 他觉得很开心 他说我会在世界上 是这两三年最大的享受 所以我死而无憾 他对死看得很透切 我死快乐地死 好过辛苦地死 是吧 谁不死呢 死得快乐 白哥就是这种人 所以我 喂 大哥 如果照你这么说 如果照你这么说 那他跟之前的妹妹 没什么关系 没有的 没有的 完全没有 是一个好哥哥 就是完全没有的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不是浪费了 不是浪费了的 人呢 很多时候很怪 就是他是一个好人 没有这些东西的 但是在后来 你遇到一个菲律宾 他就娶他做老婆 好得不得了 不知道多开心 那我都祝福他 为什么呢 白哥 男人在这些世界上 常常做事 没有一个本 真的很辛苦 他做得对 我恭喜白哥 真的 有些人说 你这么老了 我现在很反对 人家老了 娶个女孩 年轻一点 曹天巴弊 我家里又反对 朋友 他会傻 其实他不傻 我告诉你 一个人老了 你有能力的 你问你自己 会到七十多 你问自己 你还有多久 所以你不要听医生说 八十岁 九十岁 一百岁 即使有 你什么都糊涂糊涂 如果你老了 你有钱 你遇到个女人 小过你很多 不要说是 只要你开心就可以了 那些钱给了个女人 那些钱给了个女人 关你什么事 他开心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些就是中国人的 很传统的观念 喂 你七张几八十 你娶个四十岁的女人 为什么 那个女人为钱为什么 这么傻的 你 林老仲学人风流 他不明白 他知道自己的寿命有限 他有钱 使得他快乐就行了 是不是 不是个个都说 你钱去救济人 去捐给人 未必有这么伟大 他去给钱 去养个女人 他又不是害人 那关你们什么事 他有权这样做的 他快乐就好像有八个 他见到他一家 多开心 十一千 以前不会这样的 我为他高兴 就不应该笑别人 哎 那么老呢 还要像别人 那样 不是 这个观念是错的 最重要的 他是花他自己的钱 去对女人 对不对 你理得女人 为什么都好 觉得其所 有什么不好 是不是 所以我中国人 不要有这些观念 好像最近 有个男歌星 有个女人 很年轻 个个都要吵天巴弊 我觉得有什么所谓 最重要是你开心 譬如你七十多能 你自己知道 你还有多久 不妨在二十年 这个时候 有啊 二十年后 你就坐在那里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认得人 那有什么意思 是不是 所以最重要是 在他健康的时候 又健康的时候 他有钱去洗 去照顾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可能 看钱分数 来跟他一起 没有坏的 他开心就可以了 对不对 莫公子 我们要这样看 大哥 你说得很对的 因为 其实不单止是老婆 因为另外有一位藝人 你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陈从勇 台湾的 那他呢 噢啊 勇啊 都是 他遗产的唯一 受益人 就是他照顾他 是的 就是那个工人 印庸啊 但是呢 是的 你是不是老婆 是不是女朋友 是不是什么亲人 都不重要 他陪你下半世 他能够陪你下半世 他对你好 对你什么呢 我觉得这件事 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说八哥 啊 简而声 他有个问题 不是说 是否这么大年纪结婚的问题 他最不应该就是说 你对那个女人好 你就对那个女人好 你不一定要在那个性方面 要这样满足她 搞到自己弄坏她身体 这件事我就很反对的 就是为女生为女亡 为女踏入集猜房 不是 不是 我不是很支持你这个观点 为什么呢 他觉得自己还是这种欲念 而那个工人可以给到她的 他不是坏的 是 很正常 一个男人七十岁八十岁 他还有坏人 你搞错了 大哥 你满足一个女人 可以用技巧 不一定要次次要真刀真枪的嘛 这一下你就缺乏这个概念了 你错了 论到男女呢 我明白她比你很多 你怎么说呢 她每天都要真刀真枪呢 你猜而已 你见到吗 你这样批评呢 就不是很有理据了 或者她只是抱着她 射射她 你不知道的嘛 这是人家两个人的事 你怎么知道人人 每天都要真刀真枪呢 阿莫公子 算我反驳你了 对不对 或者不是呢 大哥偶一为知 但是他可能体力不好 不出奇 但是你没办法证明 他每天每天都要粗科 拍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